今天我要開箱 大家好 我是Jason 歡迎又回來收看香港藝文 話說我早前在台灣那邊訂了一批藝巢回來 我本身已經鋪了一次照片出來 已經有很多朋友問我關於藝巢的資料 所以我今天要做一個開箱的影片 這台面上放著的就是我今次在台灣訂回來的東西 我今次訂了不太多 我大中小三款藝巢 每樣訂了五個 接著我有兩個中型的活動區 兩個小型的活動區 以及10盒萬藝資料 我現在首先會開一些藝巢給大家看看 我先看看 現在這三個就是我今次訂了的藝巢 我今次找的這間藝巢製造商 他們本身都是一個剛剛開始的網店 這個可以算是他們第一批的作品 而生產商的名字叫做 伊巢猛在生態工作室 我會將專業的頁面放在我下面的資料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上去看看 而他們這三款不同大小的巢 其實他們有個名字 最小的這個叫做150GB 中型Size這個叫做400GB 最大的這個叫做1TB 生產商就說 如果以高雄巨山藝的新型來計 小的可以住150隻 中間那個可以住400隻 而最大這個可以住1000隻 大家可以看看 其實它的造工是非常之精美的 而它整個巢體和盒子的緊密度 其實是非常之高 而生產商都說如果沒有特別必要 就不要開這個蓋 因為它一開 你再吸收的時候 因為它的緊密度太高 它的石膏可能會碎邊 而最大這個其實我已經預留了一個給我自己 我希望下一次原生收穫藝再換巢的時候 我會加這個進去給它 另外我都給台灣最受歡迎的入門晚禮 白梳巨山禮 住了入去這個150GB的巢 而他們只不過是一個30公的小族群 所以可以看到他們的空間使用率是不高的 然後我們看看下一件事 接下來就是兩款 不同大小的活動區 一個小一個是中的 它暫時就好像沒有大 我會稍後再來一下 我們現在開來看看 這兩個就是今次回的活動區 你可以看到它已經幫你做了一些 景物在這裏 它這個 我記得這款是我訂了最貴的活動區 它就是枯木加荒地 它另外會有些便宜一點 只是一個盒沒有造景 就這樣可能鋪了一隻膏和沙給你的 這個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就這樣一個沙地 它沒有任何景物在這裡造景 這個就是最便宜最小的那個 我們可以做一個對比 這個是最小的那款150GB 你配上這個最小的活動區 其實是真的蠻精美的 而一個 中型的活動區 配上這個 中型的400GB 其實都是非常之 平衡 我可以說平衡 因為我都 不喜歡一些巢大的活動區小 或者巢小活動區大 你可以看到其實它們的尺寸 差不多是非常之精美的 好 假設我用一個1TB 配上一個中型的活動區 其實都不是差很遠的 都會配搭的 但是它現在還沒有一個 還沒有一個大的活動區 所以我們暫時可能都要退而遲一點 好 而最後 這個是最重要 亦都最多人問我想要的東西 這個就是 粉狀的蚂蚂治療 開完之後 大家就可以看到 它是這樣的樣子 這間公司 其實 它跟剛才的蚂蚂生態室 是一個合作關係 它有一個自己的page 大家可以去facebook找回 這個 麻糬 那條link我之後都會放在下面 大家有空可以過去看 給它們一個like 好 我們打開來看一下 裡面其實都不會太多東西 一口蚂蚂治療 一個用來畢物的殼 一口蚂蚂 接著一個吸管 它另外還有一個杯子給你用來混水的 但是我已經拿來用了 所以我現在沒有放在這裡 它裡面還有一張說明書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已經是 將所有成份都寫出來 另外亦都有它的製造日期 以及它的此日期前 最佳使用 它 教學就是 將一克的治療 加入乾淨的涼杯中 再加入3-4克的水 均勻混合後 以滴管 將液體滴入食盆中餵食 一湯匙為一克 即是它這隻筋 一克的水 一克的水 一克的粉 再加3-4克的水 即是它一克的粉 再加3克 再加3克或4克的水 混合它就可以用來餵了 看回它們的價錢 相比起我們在淘寶買 是會貴一點 因為它們在手工精美方面 以及它需要在台灣運過來 所以我們計算運費 其實都比較貴一點 但是 人家真的受工精美很多 我們都不希望每天用到淘寶貨 為何有台灣的我們不試用呢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快點去新林工作室聯絡我們 我們的貨不是很多 我們賣完就要等下次才有 今集說到這麼多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在影片的最後送上我各個不同族群的試食畫面 你看看 連收穫藝都抵抗不了 資料的人有瘋狂地在進食 證明麻糬的配方是非常成功的 我們一起期待一下 伊巢曼在生態工作室和麻糬下一次的生產品 在影片下一次的名字